这个东西不仅能在水上走 它还能在冰上走 喂 喂 老兄 你不动脚吗 赶紧下来 老天们 它到底是什么蜘蛛 在冰上跑得如履平地一样 一瞬间就消失在冰面上 同时就在这个冰面上 还有其他的动物 就在这个边上 我发现了好像是一条鲫鱼 哪里 但是不知道这条鲫鱼是死是活 我想用手抓了一下 它是水面上还有生冰的 哎呦 我去 当我伸手的时候 它却游向了深处 只能把这个水面上的冰砸碎 才能抓住它 当我把附近的冰砸碎的时候 在水里那条鱼却不见了 哎 但是我却在水里发现了另一种生物 好大的一个河棒 不知道它是活的死的 当我把它拿上来的时候 发现了它老青了 它在里头空空的 啥都没有 老兄们 看它的造型像什么 它还能当什么用呢 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发现河边的冰砸化了 这边又发现了一条鱼 也在冰下 这应该是活的吧 马上速度快点 快点把这些冰扣碎 马上把它抓出来 这次它差势都难跑 看你这次往哪里逃 我终于把它抓住了 但是它怎么不怎么动啊 不会是死的吧 放到石头上 看它是死是活 它动了 它动了 我终于抓到一个活的了 但是感觉它没什么力气呢 好像是哪里受伤了 让我们看看它的身上有没有伤口 只有在它的嘴上有点伤 我该咱们给它治疗一下呢 不行 直接给它放了吧 让它顺其自然的掌吧 今天我还在随后 整到一个篮球 看它好像没坏 只是那几个皮子开胶了 不费缺毁之力 慢慢死就死下来了 看我给它处理一下 感觉还挺好的 打上气应该是不能坏 我终于能单手拿捏篮球了 老铁门 有要篮球的吗 打在我的评论区 喜欢我 关注我